大家好,我是三喵邪屋梅上岗 今儿我们来填一个坑啊 讲一讲这个当年慈父斯大林的红海军之野望 其实也算应景啊 你想啊 这个乌俄战争期间 这个黑海舰队最大吨位的那个莫斯科号 变成了潜水艇 而俄国现在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 在船屋里修成了什么德性啊 虽然说可能会在2024年服役 但是只要您没瞎 您就应该能够明白 俄国马上就要进入吴航母时代了 对吧 这俄国的海军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呢 怎么跟这种钢铁洪流的陆军比起来这么不如吗 对吧 你是海军 你要支持支持 对不对 其实这个红海军曾经真的有那么一个野望 当然这个野望永远的停留在了净花水月当中 这个故事当然要从这个慈父斯大林开始说起 再往前倒通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沙俄那个时候就对海军特别特别的重视 但是谁料想日俄战争那会儿舰队被打成了啥样 到了一战之后 沙俄的海军基本上就没剩下几条军舰 而这个斯维埃又自绝一世界 那您说阁下跟这样的斯维埃在一起 怎么能搞好海军呢 可是对于俄国人来说 搞好海军 那个是可以说国之大梦 这个是任何人都不能撼动的俄国的政治正确 甚至连慈父都不能免俗 对不对 这个慈父自从扮猪吃老虎 干掉了党内的这些异己分子之后 又毅然决然的发动了大清洗 又眼花缭乱的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 通过各种大饥荒等等等等 苏联好像要震起来了 对不对 苏联好像要突然突然的支弄起来了 苏联忽然又觉得自己行了 那个时候苏联的飞机啊 对不对 人家生产出了那种轰炸机机底下 吊着战斗机的航天母舰 连这玩意都能给搞得出来 对不对 那苏联突然觉得自己行了 斯大林同志就想到了 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红海军 对吧 这不是谁说的来着 对吧 如果你只有陆军 你就只有一只手 如果你有陆军跟海军的话 你就有两只手 那么你有陆军海军跟空军 好吧 不好意思 不要联想 不要联想 总之 这个慈父想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也没问题啊 对吧 你看你这个苏联那么的红色帝国 你这海军却如此的孱弱 只有那么几艘驱逐舰 那有战列舰 当然这种战列舰都是很老很老的 这个跟你大国地位严重不匹配嘛 所以说这个慈父就设想了一个 在1937年到1938年的时候 慈父就设想了一个红海军建造的方案啊 我看到了各种资料啊 战舰15艘 战巡15艘 那您 我没听错吧 当时这个1920年代 作为Big Five 作为世界五列强之一的日本 维持8艘战列舰 8艘战列巡洋舰 这种所谓的88舰队 都已经倍感吃力了 那么好 您一个从一穷二白站起来的苏维埃 这么有精神啊 对不对 这已经不是好很有精神了 是这么有精神啊 15艘战列舰 15艘战列巡洋舰 另架164艘驱逐舰 368艘潜水艇 您这舰队怎么养啊 对吧 日本当时不就养不起这个88舰队吗 于是咬着牙 跟英美列强签订了华盛顿条约 您这苏联怎么养啊 可能也不用为斯维埃担心这个问题 第一啊 这个斯维埃很多人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第二 哎 那个老乡 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抢啊 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抢过来 已经在乌克兰发生了这样的大饥荒 这样的种族灭绝 这样的genocide 那我可以把同样事情在白罗罗斯再玩一遍 在车程再玩一遍 按理好 然后就这么往复循环 总之不把民众榨干最后一个隔壁 他们是不会罢休 慈父总有办法把这些大战舰给造起来的 那至于谁是代驾啊 你作为一个金苏 你问这个你合适吗 对不对 所以总是养得起的 那么好 敢问慈父啊 您这15艘战略舰 您什么要求呢 很有精神 又是很有精神啊 这个苏联级啊 一开始规划的4艘还是5艘 苏联级战略舰啊 一开始规划的是4万到5万吨级 哎呦 这个什么概念啊 比这个德国的比斯曼号战略舰都要大 您说苏联苏维埃 之前也就是建造一些这个驱逐舰 这种东西 您那一下子就要造四五万吨的这个战略舰 对吧 臣妾做不到啊 对吧 但是慈父不满意 四五万吨 太小了 再加五万多吨的战略舰 本来啊 要装的主炮 460毫米 这是大河级战略舰的主炮 看到没有 那这个东西当时也就是英国人在潜水重炮舰上 装过 拿着潜水重炮舰后来也废了改成航母 那座暴怒号啊 在此之前是没有先例的大河号和五脏号当时是极机密的这种东西 苏联人当然是无从之刀的咯 但是慈父就一定要上460毫米的主炮 后来这个海军造舰造舰这边的委员会说 不行 这个实在是太超出我们的能力 406吧 真不容易 慈父没把那几个给毙了 对吧 然后呢 这所有所有的这些技术参数都是仿造世界一流 对吧 我们的社会制度如此优越 怎么就造不出世界一流的战舰吗 我们一定可以 但是真的要开造的时候才发现坏菜了 怎么着呢 这么大的舰体 这么大的锅炉 这么大的主炮 不好意思 都没造过 只能找万恶的资本主义去要 对吧 尤其是这个德国意大利啊 这样的一些法西斯国家 本来就被英美这些国家给挤归了吗 对吧 所以说有什么技术 找他们要 还是可以的 德国给苏联提供了西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的权 全套图纸 可是 西佩尔海军上将号 那才一万多吨排水量 您照这个东西想到苏联级 您这五万多吨的排水量 那个不能够吧 对吧 您这怎么办呢 呃 所以只能再去找德国人要更大的比斯迈级战列舰 这种技术 德国人也是给看的 德国人不行啊 德国人这些也不够 找意大利人 哎 意大利很热心的给苏联介绍了很多技术 那这两家还不行呢 对吧 建用锅炉 您这五万多吨的东西 可不得满载排水量六万多吨 这什么概念 大河号排水量六七万吨 如果这个苏联的这战略舰造出来 被誉为斯维埃版红色大河 排水量只为大河武藏 而且一下造四艘 您要知道当时日本勒紧裤腰带啊 1937年那个完三计划 大河号 大河级也只能造两艘 后来是大河武藏嘛 后来是准备在完四计划当中 再追加两艘 信农机 信农变成了航母 记忆是永远没有造成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一下有志气 先造四五艘 对吧 多么的有钱 多么的阔气 大海航行靠坐手 你们应该看过那个宣传画 慈父 那个长着舵轮 然后坚毅的目光 投向前方 根本就不像你是吧 雾美 这么没精神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也是开造了 找了各国的图纸 找了各国的这种争气轮机 找英国买的 英国还不给卖 是通过瑞士给搞来的东西啊 那当然没有建成 因为你如果站在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 1941年 苏德战争不就爆发了吗 这个建设不就被打断了吗 那个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 一号建斯维埃联盟号建造已经达到了75% 其实是可以下水了 然后斯维埃俄罗斯号没有建成 斯维埃乌克兰号没有建成 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 很大一部分船体被德国人拆去做装甲攻势了 最搞笑的是斯维埃白俄罗斯号 你猜怎么着 建造它的时候 不是得锚钉吗 锚接 建造它的时候 第一批7万个锚钉不合格退回去 重做 在这个重做的过程当中战争爆发了 所以到最后这些战略建设无一建成 到了1945年 慈父说战争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能不能至少先造成一艘 这个但是最后他也不坑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贪金巨兽 什么概念呢 他在1939年的时候 耗费了45亿卢布 占了整个国防预算的四分之一 苏联的国防预算 还有陆海共军分的 这几艘战争就占了四分之一 最后造了个寂寞吗 就是即使是社会优越性 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做点啥 你到最后也还是得有代价的 对不对 慈父到战后也是各处都紧巴 这个红海军之梦就永远的消失在了幻梦当中 当然慈父的继承人赫鲁晓夫 有人说这都是怪万恶的德国法西斯 要不他们就造成了 真的是这样吗 你想想50年代的时候 苏联的国际环境怎么着 比1940年要好 而且那个时候 航空母舰取代了战略舰 变成了海上的霸主 对不对 苏联完全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对不对 结果赫鲁晓夫人家说了 航母就是海上观察 于是在他的阴影指导下 苏联的舰队又一次废了 美国人是在可劲的造航母 而苏联人可劲的造各种大航母的神器 最终他的舰队也没有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控制制海权的舰队 注意美国只是把它看成自己制海权的威胁 但是您指望苏联的那些军舰去多治海权吗 对吧 您指望苏联那些军舰去维护治海权吗 这个还是不要想了 所以到了最后 苏联最后的荣耀也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吧 您懂的 好 这个红海军之野望 咱们今儿就讲到这里 可能在我在您的有生之年 都不会看到俄罗斯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了 它已经永远沉防成了历史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